过去中国的公众对于所谓的财富阶层做慈善 心想无非就是捐钱写支票嘛 但是呢实际上 如何把企业家的经营管理的理念 战略规划的能力 组织和管理的能力 纳入到慈善当中 所谓我们说的这个 strategic philanthropy 就是战略性的慈善 其实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能够得到一个共识 你觉得在这个方面 你个人经历过一种 什么样的这种理念的转变吗 那我在谈我的一个体会吧 就是说企业家在工业活动 到底办有什么角色 当然钱很重要 钱当然很重要 你很多人想说要 这个结果要有钱去实现的 我是2012年被邀请加入 世界资源基金会 美国基金会的主事 从自我角来讲 我是很得意的 是吧 好像是一种承认 他就是承认嘛 一种对你中国企业家一个承认嘛 但没想到他要求你的时候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要求你的时候我们结果极烈的军论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对我下结论 所以就委托我 就是他那个CEO卡特 转而飞到这个从华盛顿飞到波士顿 来来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你也在美国两年三年都得离开吧 我们邀请加入我们的董事会可不是全一之计 对不对 但我们邀请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不在美国了 你怎么参加我们的董事会 这些我就一愣 我那边想到他们对参加董事会那么笨 他看我有点这个不明白的 但我们认为 我们邀请参加董事会 你就要第一贡献时间 第二 你叫贡献你的智慧 不能挂个名 大家必须参加 你说你不能参加董事会 你可以偶尔一次两次说不能来电话连通参加 所以我们这必须免得离开 他说如果说你说你只能承诺 两个三年都 我们非常想邀请你 我听这话想 我说我答应 我记着不在美国 我抓你多少个鞋 你沿着实际上 我飞过来参加 他说好 那我们就要你参加 这个是对我期望非常大 所以要的不仅仅是钱 我记得这个杨兰访谈 访谈录这里来讲 像公众方案这样的信息 你们当然要在乎 企业家在做公益活动 他们就要多少钱 当然更应该在乎 他们的这种管理能力 他们那种在企业方面的经验 这种智慧 如何运用到 社会的公益资源过得上去 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讲 比钱还更重要 在今天这个时代 中国有越来越多成功的商人 成功的企业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不断地深化 政府 私营部门 社会组织的 他们的一种合作的关系 也逐渐地在形成一些新的机制 企业家更多地来做公益和慈善 对于社会的进步 真的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推动呢 你要希望这个文化上 这种现代社会改变 对于中国企业家的认识 也还有四个东西 要从自己 不要指望别人与您的认识 一样与自己行 自己做 显然呢 除了自己的企业本身 还有自己的企业 有一个底线 自己做不断造型 还有一个社会正面的形象 但这比不够 还有一个做不得 因为他们还有一种人来讲 没得能打大款 要许多票 现在哲时来讲 是一种 忽然灾害方向来说 原人之心 原人之心 人人也有 那个是有限的 你一定要这种 你这种 诚时的 更多的 你不要跑路去 不要说 路了你 你不要太经历去 你要更多的养心 你自身的 你这样的一带人 你这样的接触 你的身体的未来加紧 你这样你就去做 所以公义慈善 实际上是 我们如果来讲 你说让你 如果让你自己的身心 是非常好的 和我们 和我们一种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展示的 我们就 这样一种平均 是这样的吗